欢迎收看大型社交服务类节目 四大民主本节目 由汤神备见蛋白粉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孟非 身体需要免疫力 也需要营养 我们的口号是 汉神北肤脑 健康生活好 欢迎我的搭档 玉池林家 大家好 年少节快乐 欢迎贵人陈建中 大家好 年少节快乐 欢迎贴谢依林 年少节快乐 看今天的第一封苦恼者来信 在我这儿 这是一个女生写来的 呵呵 呵呵不是聊天终结者 后面没有了 好 来 我们有请 呵呵 来 我们有请 今天我不是来秀恩爱的 我的苦恼是 我的男朋友实在太爱我了 这不就是秀恩爱吗 来 我们有请 她说她太爱我了 于是从我们恋爱的第一天开始 她就要求我们像连体婴儿一样 黏在一起 一刻都不能分开 去上课 去打水 上厕所 都不可以阻拦她 发展到现在 我去试衣间换衣服 门外都能悠悠地飘来一去 宝宝把你的手手给我 我要牵着 这为什么不进去呢 现在是 现在不让一起进来 不要随便进去试衣间 好好好玩 我在试衣间待很久 都没有人进来 太气了 她说呢 她太爱我了 可她的爱永远带着醋味 要是我跟男生多说几句话 手机拿来好友立马删掉 我都怀疑她是在 吐塔子里泡大的 现在我大肆开始找工作了 每一份工作都要经过她的同意 每一次面试她都要跟着 开会的时候还要跟我视频 确认工作的环境 说得好听是爱我 可我感觉这是在监控着我呀 情侣都是独立的个体 凭什么你的爱要这样压制着我 我真的受够了 这就是我的苦恼 窒息的爱 我觉得这个少爷有可能被解放了 这种爱更极端 来来来 我们有请苦恼者登场 好 喔 好 哎呀 这个是要接还不接她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会不会 你小心 一定会 男朋友不好意思 节目需要去touch 来 小心 你别这样 你男朋友再别这样 来 来 我觉得如果建州今天出点什么意外 警方破这个案子太容易了 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我叫凯莉 来自江苏许州 凯莉 凯莉 来自虚柔 虚柔话叫非常中性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给他的麦调整一下 听不见声音 我不敢弄 你弄 我不敢 他男朋友等着把我手给剁了 我今天就是来解决事情的 事情解决不了 今天就分到洋标 我今天就跟你走了 好 跟你走 那你男朋友就跟我走了 可以 这是属于 自缘不浪费 跟你走吧 对 我刚刚这样子短暂的 他不会吃醋吧 他会回去把你微博拉黑 真的假的 他还去骂你 他是这么敏感的人 我跟你讲 我玩有多夸张 我们宿舍晚上不是十一点熄灯吗 他基本上是十点钟把我送到宿舍 然后他走半小时走到他的宿舍 他到他宿舍他不洗刷 他跟我聊天 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 隔三分钟不回他的短信 他就要给我狂打电话 我以为过三分钟你没回他信息 他就打电话报警了 这个会对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 对 对我来讲现在是一种负担 那你没有个人的私人的空间 这两年我的 他想问你什么叫私人 就是女生有时候还是希望有想事情吗 对不对 我很少在想事情 因为你全是私人时间 全部都是私人时间 你是不是很享受这样 没有 如果我的话 他那样也是那种 也喜欢很黏腻 不不不 我恨不得把它缝在一起 两个人就缝起来了 你也会爱得很 那个依林你想一想 要么现在像你这样先单着 要么有一个像刚才描述的这样的 男朋友 有什么好选的吗 当然是有男朋友 音琳她在得逆 不是 我跟你讲人生真的是这样 先求有再求好 是啊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在一起两年了 你从第一次发现他有这种 就是粘人粘到这种程度 让你感觉到有不适的感觉 是什么时候 是从你们俩确认关系之后多久 大约八个月以后吧 八个月你才发现 对 你也是够迟钝的 我不值得 一开始他可能蛮享受的 对 很喜欢这种大学的校园 爱情 纯纯的爱 对 说话别搬口 是 纯纯的爱 对 抱歉 抱歉 快 快 让我们看看你男朋友长什么样 在那边 我们看一下 找我 大家好 先把你的武器放下来 她的长相特别符合我的想象 就应该长成这样 是吧 她说的这些事没有夸张吧 是没有夸张 但是不能从她的自明意去理解 可能有些问题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可以 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下辩解 我先问你这个试衣间 试衣间就那么大地儿 她还能飞走吗 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 其实 有时候她在买衣服嘛 我不是站在外面等 可能有时候有无聊 无聊的感觉 就是 摸她的手 就不无聊了是吧 逗逗她 比如说 把手伸出来 另外一个 确实有的 试衣间确实是不安全的 试衣间哪有不安全的 像一些小的 可能你们没有逛过那种小的那种 有有有 胡同 对那种小胡同 只有帘子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我感觉到是有点不安全的 不安全来自于是什么 来自于走光 还是来自于 那个里面还有一个暗门 会把人抓走还是怎么样 有的有的 有的试衣间里面是有门的 是有暗门的 但是你把那个 我手拿出去我怎么试衣服啊 对啊 你有想过她一个时候脱衣服的感觉吗 对啊 真是 还提贴呢 这个我倒没有去 刻意地去想过 但是 这个我觉得吧 刚开始的时候 谈恋爱热恋当中 那头一两个月 可能天天腻着 一天到晚就 对 但是两年她还这样 可能就不是热恋的问题了 对啊 抗之欲 暂有欲 暂有欲 她最近的抗之欲越来越强 她经常拿我的手机去翻我微信 或者是KQ里面的好友 这个就严重了 就已经是隐私权的问题了 对 男女朋友如果走到这一步就麻烦了 她把我微信全部翻了一遍 KQ全部翻了一遍 后来有一次我找一个朋友 发现KQ也找不到 微信也找不到 电话也找不到 我就问她什么情况 还告诉我她把她删了 就是把里面好友删了多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删的理由和标准是在哪里吗 长得冰地帅就删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都得删了 那你全删呀 看到有很多人给她的评论 很平凡很平凡 秒赞那种 对对对 就是甚至说有些话已经超越了 普通朋友那种感觉 例如沈帆话 你比如一个给我们听听 你觉得非常可疑的 超越朋友的体现 比如说她发一个自拍这样子 然后她的朋友讲 好漂亮 然后然后就各种 她真有病吧 好漂亮不行 就你瞅得像屎啊 这就是好朋友 太一听就爽了 这可以留下 一听就不吵哭 身后好友 微信好友里面 还有男性吗 你给把谁留下来 她爸 不见得她爸 不禁止他爸 我的朋友都留下了 就是姜师粉都留下来了 不是 公众号都留下来 对 除了我就是标在家人那一列的 每动其余的都有变化 你下次把其他男孩 都标成家人呢 对不起 我主意 把朋友都 把男人都大姨妈 二姨妈 三姨妈 大姨妈阿祥 这个男生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是我以前在社团上 就是说对我帮助 一个很大的一个男生 有鬼 所以你起疑心 是不是起疑心 是的 他就是对我特别特别的 不相信的那种感觉 会怕 你是个性上面会让他担心吗 还是因为你比较那种花蝴蝶 什么大家都很好 就周围有好多男的 跟他披颠披颠的一天到晚 那你活现殷勤 有这样吗 可能会有吧 但是我觉得 蛮得意的 不是 可能会有吧 可能会有吧 老师你知道吗 我好久没给男人讲个话了 我好久没给男人讲个话了 男人 我天员 我除了今儿是过年 太晚婚了 你先回去吧 你自己先回去 我们多聊一会 他已经提醒过你 他觉得受到这样的约束 已经很不舒服了 他说过对你威胁最大的一句话 就是有没有到底是说 你要再这样 我们就分手 这段话他有没有说过 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 不过最近会经常说 哎呦 你又感觉到害怕吗 没有他就会死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他 我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他 我生活是什么样子 哎呦 哎呦你别看啊 没有他跟我就跟你跟他交往之前一样好吗 我哎就就往往就这种伪善的人 他就装的特别那什么 你把人家手机玩转了 上干净了 你的手机给他看过吗 哎 哎 你的QQ 你的微信给他看过吗 哎 哎 你看过没有 他手机从来不让我碰 哎 哎 姚怀 方纯标准 那你觉得男人跟女人之间 没有没有纯洁的朋友关系是吗 我觉得没有 没有我觉得没有 你年纪轻轻就这般猥琐不容易啊 哈哈哈哈 啊 那你曾经对多少个女孩产生过气图 我只对她有感觉 屁 这是你我们节目开放缘的时候的最赞的一个 太假了 他撒谎 他刚才在台下跟我讲说依林姐好漂亮 哎哟 呃 你有道理 但是社团男生就是有鬼 就是想炮他 哎 你知道吗 社团说是社团 根本不是炮你我地方 好 依林你知道吗 我带的社团是瑜伽社 哎呦 瑜伽社双人瑜伽 多恐怖 折叠 凹来凹去 凹来凹去 她会不会因为你做瑜伽生气 我每次去上瑜伽课 她都必跟着 而且讲得很好听 这次是我帮你拿包 下次是我给你送瓶水 下次是我帮你送个水 戒机之类的对 她要去看一下 对 确实是有段时间她特别喜欢吃鸡蛋卷 就是我每天都会给她 什么瑜伽呢 跟鸡蛋卷什么事情 我就给她送去嘛 找你游戏啊 送去 外面有时候外面不七八黑的 有时候也蛮冷的 怎么能就站在外面吗 你就去看那些女孩练瑜伽了 对啊 没有我跟她在学 我觉得蛮好的 修身养性也蛮好的 可是你没有在教室做 你在走廊做 好尴尬 在 就是看在那 劈腿了 超过比较高吧 还要看现在什么动作 蛇了是吧 你离他太近了 你离女朋友太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也在做瑜伽 对我上瑜伽课 她真的有影响到我 她这个不正常 她太不正常了 真的不正常 她还有鬼 你现在这种行为 是不是就是因为自己闲的 我曾经痴迷着篮球 但是我为了她 她打篮球 就是打篮球 要拉着她手吗 不是不是 跟她就是在一起之后 可是我想陪你去打篮球 我想去培养你的兴趣 不想你整天保佑 你还能说完 你们俩好了之后怎么了 操场上那么多帅哥 是不是 我觉得一切都来自于她 她自己对自己 没有自己 没有 我不打篮球之后 也没有去不健身 就是陪她一起去健身房 跑跑步 健身更多壮的 对 像这样的人 人家一拳把你打到窗户外面去 而且我认为女孩子 站在旁边会感觉到很无聊 所以说我更愿意去陪她做 她想做的事情 不会无聊可以看别的帅哥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来 你再跟我们说说 她生活中还有哪些不正常的表现 就是我跟闺蜜出去K歌 或者看电影之类的 女的她也不放心 对 我室友她都不行 不行的理由是什么 她就觉得我一个人 只要是她不在的情况下 我都是不安全的 只要是她不在的情况下 我都是不安全的 她怕人家骚扰你 对 之类的 出过什么状况吗 就是有一次 我去跟闺蜜去电影院看素七 我提前没跟她讲 快到电影院的时候 才跟她讲 然后从电影一开始 在播的时候 她就一直QQ在骂我骂我骂我 一直骂到我回学校 她还讲她说 你为什么去干电影不带着我 难道我们两个人是情侣 不应该带着我吗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不应该是我们俩一起去做吗 她像一个被抛弃的怨妇 对 贵蜜是因为 对 有她有她 她也是受害人之意是吧 是的 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试图拆散她们呢 这还不至于 这个主要是看她 看状态离她怎么想的 然后我们只是 作为旁观者 给她提意见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跟她说 这是一种病呢 是病啊 是病 你为什么用QQ一直骂她 你那心理状态是什么 没有 也不是骂 说她 有点 有点唠唠的感觉 你是担心她 不是 不是 一个经典的这样一个电影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去 一起去看 什么叫经典电影 票房 还是卡斯 就是票房一百亿以上的 你们俩去看 定于一百亿的 她自己看 相机都自己看 就是这个道理 使用的电影 必须跟她一起去 什么电影是不经典的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这样说话 可能会得罪一些导演 哎呀你怕谁啊 什么呀 你还找她拍戏啊 你都这样了 你会怕谁啊 我 听人这样 你说 经典电影 起码就是要看完之后 给人就是留下很深很深的回忆 那也得看完之后啊 对呀 你不给人画一条线 他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去看 什么时候必须得跟你去看 就是一些比较热门的电影 就是没有上映之前 他会有点音 那不热门的电影 谁去看啊 就是啊 我们俩应该 看了所有的电影 不管热门 你看了他 不讲理了 对 他们俩看了所有的电影 因为你 你自己也想要花点时间 给闺蜜嘛 对 我肯定也希望 有自己的空间嘛 张海丽就是 跟她谈恋爱之后嘛 变化挺大的 然后她刚开始大一的时候吧 然后 那时候比较活泼 然后话多 然后自从跟她交往之后 就变得很多愁善感 然后最近回来 然后我回来 总是看到有时候 她会趴在桌子上哭啊 然后 就是很伤心 我看了也挺心疼的 她感到万分沮丧 并且开始怀疑人生 有可能吧 就是歌词了 是吧 我说怎么说出来 那么六男 对 你看这样不仅是生活 工作也会 她以后怎么去工作呢 你想想看 她万一她以后的老板 是个男的 她办公室都是男的 你还活不活了 其实 她如果要跟老板 去出差怎么办 哎呦 我不会允许她 个人跟老板 除非老板是女的 老板是男的 不可以 有影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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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上学期的时候 找了一份工作嘛 然后就是去工作的第一天 她就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当时没接 然后她就当时给我视频 我当时特别生气 你知道吗 就是 刚开始工作第一天 还要开会 能不能别三分钟 打一个电话 别三分钟打一个电话 是个人都受不了好吗 但是你得告诉我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回来 跟哪些人 我必须所有的事情 都得提前给你报备嘛 比如说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正在上厕所 我这时候不方便接电话 我不接电话 你就得狂打吗 我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肯定会紧张 那我不接电话 肯定有我的原因 有别的男生在旁边 这医师半会儿这病 说不定 好不了 说不定 打电话没接 会非常地紧张 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 给自己的情感 在座的 在座有这种症状吗 三分钟女朋友没接电话 你们很紧张 紧张的举手 来 请你一个 恭喜你这一个 你有没有想过 把他放到一个 接触不到任何男人的 空间里边去 当然这样最好 当然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真的假设他未来 他的老板 就变成他私人秘书 老板跟他常去出差 他一定想办法做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你那时候会怎么样面对 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建议他换工作 那你要分手吗 他不想换工作 不是换人 是换工作 可是他不想换呢 那是他喜欢的工作 我相信 我能说服他 我能说服他 我相信 好 怎么自服他 两年我都能说服他 我相信 就是说 我能说服他 他能忍两年就能忍二十年 能忍二十年就能忍一辈子 可是今天我们来这个节目 他刚好有一些要求 对 我觉得这两年我也受够了 我希望你能稍微改一下 你知道吗 我希望你们幸福 但是如果不幸福的话 非诚勿扰 我给你开绿色通道 这个牛肚还是能吹的 对 但是前提是祝你们幸福 他像有病得去瞧病 他现在太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你知道吗 你有带他去看一个医生吗 所以带他来找你了 我治不了这种 我治不了这种 你有意识到 他觉得不舒服吗 你这样 我没有感觉 他也没跟我讲过 这个眼睛 我敢跟你讲吗 真的 你就听他们俩说话 这女孩一说话的时候 这男的随时拿起脉就要说话 所以说你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话 我可以这么说 来来来来 好好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跟他说说 你的想法告诉他 你有多么的不舒服 你来说一遍 我们听听 就是最近跟他讲了很多次 我说我们俩要不要花时间去思考一下 对方要不要到底在一起这个问题 好严重 我现在在面临着就业的问题 我要找工作 我每一次去面试你都跟着 我每一份关于 只要是和男生有关的工作 你都帮我否决 就是整天在你耳边讲说 不要去外面工作 外面人有多危险的问题 你让人把话说完 别掐嘴 来 把话说完 好笑 男哥 你就是说 爸爸跟哥哥 谢谢 谢谢 对 就是还有我的交友圈子 你就比如说上次工作吧 有好多次聚餐 每次聚餐的时候 他都必须跟着你知道吗 我是新成员 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融入他们的集体中 就本来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人家都不带家属 偏偏我要带家属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男生吗 那为什么我的世界里只有你呢 我也有闺蜜啊 我也有家人啊 包括有的时候 没让你说话 把他摆 声音拉掉 我们说给声音再给声音 你把话都出嘴上 没声音了 就是在和他谈恋爱以后 除了寒暑假 我没回过家 就是所有的结家日 我没回过家 太惨了 就是陪他一起 各种吃喝玩之类的 你想想我能不想我的爸爸妈妈 你要认真地提过分手 认真 他很认真地提过分手 他是怎么苦苦哀求的呢 他就会一大堆道理 在那边等着你 他口才特别好 我说不过他 所以我今天请你们讲 成功分过吗 没有 那你最长分了多少时间 最长的一次有十分钟 完了之后 他又开始狂打电话 那么长 他是怎么 他是怎么熬过那个十分钟的 我的天哪 他就在我们宿舍门口站着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试一次哪天 哪一天你出去 你总要上课啊 或者总要出去找工作啊 你把手机关个24小时 你看他能不能死了 他会疯的 他真的会疯的 有一次我那么尝试过 关过两个小时 他就一直在骚扰我的室友 一直在骚扰 哎呦 连你的室友都不扬 那批包紧啊 这个 这个会 有警察叔叔啊 延伸出社会问题 对 没有处理好的话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聊 当然是娱乐 开心的状况 他 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没有开心 很严肃的事情 还是有一些人 微笑啊 大大 辛苦了 对对 要好好地处理一下 对 有没有去做过心理辅导 心理建设这些 一起 大家 在刚开始去面试了石家 被他否决了石家以后 那天晚上就睡不着 睡不着之后 之后连续了 失眠了将近二十天左右 得到十七八天左右 睡不着 然后我瞒着他 对我瞒着他去找 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 然后老师给我的建议 就是让我跟他好好聊聊 如果聊不下来的话 那就分手 今天就是坚持 还是老师说得对啊 你今天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 如果他今天现场 不给我一个态度 或者不做出任何改变态度的话 我们俩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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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他背打开 他给你说话了 可以让他说话了 喂 你找谁 喂 他有事 有事 其实 有可能是我们在 接近幸福的时候 可能会 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但当我们去处在这个幸福中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感觉不到幸福 就像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可以翻译 sorry 能说上来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能说上来 我整个灵魂 很认真地在听着 我打你头 我明白他那个意思 就是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就是 不不不不不 可能说就是 老师又谈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不对 你从考虑换个音乐 你继续说 秦珊珊雨萌萌 就是 可能说 对于年龄消长一点 就是 人来说就是 十年八年可能就是 就是指分间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思维家 思维老师 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来说 就是三年五年 可能就意味着一辈子 他在说什么 他说咱们还有三五年 这一辈子都过完了 就是 你这样讲什么 不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 就是毕业之后 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是他已经接近毕业了 他有忧虑 甚至没有忧虑 就是因为 他马上要离开校园 去一个我还没有到的地方 就是我得先把就是 外边路给他铺好 考虑到的事情 先把他考虑好 那你是 你是就是经常为脑骨出 很多恐怖的画面 还是怎样 还是说真的 出过什么样的状况 自此之后 你还是不放心的 第一个从现在这个社会 首先 不许你说我 这个社会怎么了 你这 你去过社会上吗 我 你见识过你口中那个 充满了危险的社会吗 我涉猎的不多 但是接触了一点 那你怎么去为他准备好 我的天哪 来来来我跟你说 这个社会好着呢我跟你说 我什么都见过 就是 真的挺好的 没事没事 就像你这样的有事 你女朋友她好着她 一点事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刚才说的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特别健康的心理 你是个大学生 也受过良好的教育 知道吗 你们能不能以一个健康 阳光的心态 去面对你们即将走向的 那个社会 而不是以你 把未来的社会描述成这样 告诉一个 心智应该比你更健康的一个女孩 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 我还是坚持自己吧 我还是坚持自己吧 哇 我觉得我 不是把她拴在笼子里 而是我 我跟她一起躲在笼子里 好好地 难道我就不能出去工作吗 难道我就不能和其他异性接触吗 就像我现在跟孟爷爷抱在一起 怎么了 死了 别害怕 什么 我这条胳膊能晚上带回家 人家上厕所注意 不要独自一人 我问你 我能出去工作吗 可以 那什么样性质呢 可以做销售之类的 或者跟男生打交道吗 她要死了 她现在要死了 门口就要带回了 可以尽量不去做销售之也好 但是我性格就这样 我就喜欢和别人交流 你不让我去做销售之类的 只让我做一个直接的 或者做秘书 我能出去做一些我喜欢做的工作吗 我以后去面试你能别跟着吗 我以后的 这基本要求 面试成功的一些东西 别人给我打电话说你面试成功了 你能别帮我否决吗 我现在真的太渴望工作了 我 我可怜 我不是一味地去否决你去做什么事情 只是说 别写声 问你问题就回答 二十场 二十场 你把我否决了二十场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 有人说呀 劝和不劝分 我看也不一定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投票 好嘞 男女关系 蔡处子 这个应该会超过120 这个啊 150以上 150以上 绝对150以上 绝对150以上 这个太困扰了 这也没什么好烦呢 就分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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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呢 你几分 171 她141 这是开播以来最高纪录 143 好 离满 离满分 离满分就差211 2 所有的根来自于什么 我 来自于就是我对她在乎 不是 所有的根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不自信 对 这两年你们相处之间 你除了去照顾她去爱她 我请问你 你对自我的提高有多少 有吗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你要想保护她 你要让自己提高的足够高 你才能够有足够大的羽翼 去保护自己爱的女人 这两年你提高了什么 会做瑜伽了是吗 换药可以 还有什么呢 可以单手换衣服 这是玉池老师说的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对 问题的第二方面 你知道我这些年就是 专业男女关系30年 我就看见了 我见过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最应该记住的一句话是 你不要说你有多爱她 不要说你有多在乎她 不要想我能给你什么 你首先要知道她要什么 你给她的东西她在乎吗 她要吗 有多少在爱的名义下 实施的暴力 都是因为我在乎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在 用爱的这个名义下 实施了那么多灌输 给别人的那种想法呢 当然了你可能你现在说 我们可能说话有点重 想要施加坡这东西 是因为你们两个她 把她的苦恼带在这里 她的苦恼是你造成的 知道吗 你已经给她造成苦恼 你有没有好好 跟她沟通一下 她要什么 她希望一种什么样的关心呢 你不要说我在乎她 我再透露一个事 这两个人 不是第一次到斯大明住的现场 是吗 这两个人是曾经跟各位一样 坐在场下观众 看完了之后 姑娘说 就她们那点苦恼 还叫苦恼 我到明天 这么来了 今天这现场还不知道 这儿 现场说不定还有 所以你现在 你就得想清楚 对面坐的那个人 对 她这个样子 你要能永远接受这样 你嫁给她 你们好好过 你忍一辈子 你要接受不了 你也把她 也不会放弃改变的话 你好好考虑 为什么我刚才 说那番话的时候 说的语气有点重 我在这个之前 做了十年的新闻 播了十年的新闻 我看到太多 这种类型的事情导致 情观过不去 发生的那些 特别可怕的事情 这个是会走上去 但是我觉得她身上 真的具备这种潜质 我特别不愿意 过几年之后 一看新闻 发生一件特别可怕的 我一看当时 有点眼熟 有点眼熟 曾经在一个台上 真的 你真的是 不要开玩笑 这期节目 你也让你爸妈看看 你也让你父母看看 你们双方的父母 看看完了之后 听听双方家庭 对你们的关系 是不是要重新评价一下 我拿自身的经验 来鼓励她 因为在娱乐圈你知道 都是最帅的 就很多帅哥 很多美女 那我第一次碰到 范范姐的时候 那我那个时候 也不是说什么 有很多影响力 或知名度 或很高收入的 然后那个时候 在台北 我还是骑摩托车 那娱乐圈也是五光十色 然后你也会担心说 我今天我们分开各自工作 会不会有其他的男艺人 帅哥 男帅哥 或者是领导 比较投资方 或什么 跟他就是要电话 然后想要跟他交往 可是那个时候我也会担心 你怎么样子把它化成动力 谢谢老师 对 你一定要把它化成动力 因为不管今天你这段恋情 会不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你人生还这么长 然后你还没有出社会 你觉得社会是险恶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正面的 然后很积极的 你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 永远要做最好的人 往这个目标去挺进 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 剑哲刚才说的那段话 我经常在说 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有一个健康的心灵 去面对生活 我现在我们就短短的 这么一段时间的聊天 我不能知道小伙子 你的心理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 特别专业的人士 失恋这种事情 是生活中的大概率时间 可能每一个人都会 经历N多次的恋爱 有人分手了 都会痛苦 会流泪 会喝点酒 会找人倾诉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有人演绎出很多人间惨剧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就能健康地化解 有一些情感的问题 有人就会走上 那么极端的道路 你应该想一想小伙子 你刚才对那个社会的描述 和我们 我四十多岁 在场的都比你年长 我们看到的社会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你应该问一问自己 或者你 我真的建议你去咨询一些 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 把你的困惑告诉他 听听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刚才说的话 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你要认真地考虑 听完了专业的医生 我们给你的建议之后 再好好评估一下 你和你女朋友的关系 好吗 四位老师的话 我每一句都记在心里 我也觉得我 接下来更应该提高自己吧 是 去给他一个保护 而不是让他去逃避这个社会 好 既然这样 都考虑考虑吧 我们最后也给不了这么结论了 希望今天这个事 在生活当中 正在经历类似苦恼的人 可以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给你们一些建议 一些帮助 来 聊到这儿 我们新一款的这个苦恼王 戴上了 你解放了 来 解放 好 我找太太吧 给郑老师问好 来来来 过一个吧 不能握手 173C目前最高 好 目前这是史上最高得票 好 我们看下一分苦恼者来信 我来 醒醒吧 弟弟 大家好 我是个苦恼的姐姐 我的龙凤胎弟弟养了很多 很多 很恶心 很恶心的 小动物 姐 你看他 你看他 怎么说有道理 你看他腿上有好多毛 你摸一下 不要 姐姐 你看 你看他 肚子 其实是透明的 你能看到他 刚刚吃的东西在里面消化呢 像褐色的 你看看 我不要 谁要摸你的虫 要不是因为害怕 我恨不得把你的虫全部踩死 家是一个 好了 好了 最怕结束 好 家是个放松的地方 可我却整天 我却整天提心吊胆 弟弟每天 弟弟每天 跟一卧室的虫睡在一起还不够 现在居然弄了一套 三居室专门养虫 每一次我想到他房间里有 上千只大大小小死的活的虫 我就头皮发麻 就连出差他都要随身带一只大蜘蛛 他的世界里爬满了虫 天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弟啊 拜托帮我劝劝他吧 哎呀 好煩喔 这个要搭配的 这就是我的苦恼 你是真的怕吗 我真的不喜欢 但是 那你最近距离的接触过什么样的虫虫 我那时候在拍小时代一的时候 第一幕就是要摸蟑螂 是活的对吧 活的 就是那个道具小哥拿了一箱蟑螂 我说 我说是他嘛 是他嘛 俗人道具小哥不要乱拿蟑螂 但是蟑螂跑那么快 你怎么摸到活的蟑螂 就他们把蟑螂肚子粘起来 粘在地上 粘在牙刷上 然后我就问那个 因为它是一整箱的蟑螂 我说你去哪里养这么多蟑螂 他就说 他去买 我说一只多少钱 他说蟑螂不是算织的 算金的 等一下我们把 我们把烦恼者请出来看一下 好 来 我们有请 苦恼者 佩儿教我 打捞一下 打捞一下 哈囉 抓紧 抓紧 太怕被抓紧 很怕被抓紧 好美 你里面倒是怎么回事 很不容易putين出来了是吧 好烦 好烦 不要烦你 这配音是怎么样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韩颖 你说的是你弟弟 对 他特别爱虫 但是我是个恶心 从小特别特别怕虫的人 他明明很知道我很怕虫 他会无意中就跑过来吓你 要不然就是上学的时候 你知道 初中的时候 像这样吧 对 像这样 没有 他不会这样给你 不是 我在看他是真的 就想真的苦恼 他是真苦恼 他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放在你衣服里头 你知道那个很恐怖 就特别怕虫的人都会理解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懂不懂 怕虫你就会拼命地挠啊挤啊 对啊 对啊 会跳啊 如果把他搞死了 怎么办 然后动着跑卡 那他会不会做很幼稚的事情 比方说他拿一只蜘蛛 逼着这个蜘蛛咬自己一下 然后就 不会 走到极端的路线会这样 就我有试过 真的假的 你怎么没有从一个楼 跳到另一个楼 摔死在那下面 我有点理智 因为他咬的是我的手 不是咬的我的脑 你知道吗 咬的脑就难说了 会有这个梦想享受 对啊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大家都是课桌里头 会放哪个明星的CD啊 或者是哪个玩具啊 或者什么那种牌 纸牌 但它是放很多虫子的盒子在里头 然后下面放一个很专业的那种加热垫 房子为什么要加热啊 因为就是 炕 你要坐在炕上 炕上 你房间为什么要有空调对不对 对 要很简单 对就特别专业的那种 对 那你弟弟带这些东西到学校去 有没有给同学老师带来困扰 他会吓那些女生 这是炮妞的一种手段 他吓得你就没什么道理 他刚才炮我了 对啊 没有 我不想追入别人的婚姻 猴猪姐有她自己的味道 偶尔也是 对啦 偶尔也是换一种口味 来 可是那是有毒还是没毒的 没毒的 但是会很恶心啊 你不觉得吗 因为有一些没毒 但是讲到蜘蛛 蜘蛛尿恐怖 对哦 他之前养过一只黑寡妇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搬家很久了 他才告诉我们说 当时搬家之前 他远了一只黑寡妇跑掉了 他没有找到 你知道吗 好恐怖对 黑寡妇不得了 咬下去之后呢 你不到一百步 你会死掉 那你别走啊 说的啊 这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被咬了之后 他随着时代的变化 他后来改成一百秒 三百秒 三百秒 一百秒 你当不早 没有血清 你死定 所以黑寡妇不能开玩笑 把你们家的门牌号码 在节目公布一下 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 然后有人住 有人住了 那更得想了 赶紧跟那个房客说一下 然后那房客说 不要钱我也不住了 但是也输不定搬家的时候 就在行李里面带过去了 黑寡妇自己搬过去了 这个你弟弟多大啊 我想问一下 跟我一样大 我是龙凤胎 龙凤胎 双胞胎 龙凤胎 他们家也是 你们家是不一样 他们家是 我是艺软 你们长得自己一样的 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对 但是现在放眼望过去 真的不知道 谁是爱虫子的那个 在哪 谁是弟弟 谁 大家好 我是弹着 弹着 完全不一样 长得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吓你姐姐啊 我觉得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嘛 我知道 这个我特别认为 没觉得是好东西 我觉得他就是生活当中 觉得要有一种喜悦 对对对 要惊喜 对啊 生活就要有趣嘛 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那不是惊喜惊吓了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痛苦 看到你们扭曲的表情 我们很爽 你也找个知音了 但是问题是 你养的是有毒的东西 你不只是吓唬到他 你还可能要他的命嘛 杀了别人 我养的大多数其实都没有毒的 只是 有意志有毒的也是有毒的样子 对 说说那只黑寡妇去哪了现在 多数呢 不 黑寡妇 我其实有找 我找了三个晚上 我三个晚上都没睡觉 哦 你蛮有责任感的 对对对 我也怕被咬啊 那为什么就 就找三个晚上呢 不是 因为 因为在抢险的时候 有黄金救援72小时 所以他找了三年72小时 就没放弃了 人道救援的一个概念 哦 那个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从什么时候开始 喜欢上这种各种昆虫的 小时候幼儿园什么 就很喜欢看 动物世界什么的 然后里面就 动物世界里面也有很多 萌萌哒的一些猫科动物啊 猎豹啊 老虎啊 老虎小时候长得跟猫一样 挺可爱啊 养老虎又比较好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花费会比较高一点 你看看 猫猫猫狗狗狗 它跟人有沟通啊 你养个蜘蛛 它跟你怎么沟通啊 对啊 不 我觉得甲虫的乐趣 不在于沟不沟通 我觉得甲虫的乐趣 在于比如说敲甲 它会有很好看的钳子 花金龟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会五彩斑斓 因为那个甲虫 其实有点像盔甲 对对对 它那个色泽 还有那光亮度 会让小男生会觉得 它是很像一个机器的那种 光亮度 对 知音 但是就那种光亮啊 我见过一种特别大的苍蝇 没有这种光觉 你为什么不养它呢 屎克郎 就亮亮的 屎克郎不太亮 屎克郎也很好看的呀 对啊 紫色的屎克郎都有 其实今天我还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我不用了 谢谢 真的谢谢 太客气了 把我们的礼物都给依林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做的礼物 就是甲虫的标本 标本是吧 对对对 那标本没关系 拿来吧 拿来吧 大过年了你这样好吗 坐你姐姐边上 坐坐坐 不是送礼吗 坐下来 坐下送 坐下来 好好好 坐坐坐 你稍微注意点吃相对吧 礼物不会忘了 好嘞 这个是那个白条绿花金龟 然后花金龟 对 它是虫啊 怎么是龟 金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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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光秃秃的很好看 我觉得送给同样光秃秃的孟爷爷 我一听到说光秃秃我就知道这是我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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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有个特别胖的虫子送给依林是吧 然后这一只然后特别美丽的极丁虫 然后特别好看送给节目的颜值担当 我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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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啊这节目颜值担当是谁啊 我 好啊 来 里面再打一架给我看 然后这一只是很黑很强壮的独角仙 然后非常受欢迎 黑 对 然后送给黑人哥 好 谢谢谢谢谢谢 送给我的宋 好 哦 那个我听说过那个好精彩 这是什么 这个长得跟那个苍蝇的颜色一样 不 这是色彩最鲜艳的极丁虫 特别好看 然后送给我们的依林姐 你说清楚吗 依林姐怎么样 特别美丽的依林姐 我也准备了礼物要送你 礼仗往来吗 好无聊 好无聊 对 其实随时也是 这只好看着色泽 其实今天活的我也带了 你也有吗 活的也带了 你先退下 活的到那个上面展示给我们看你 不行 我要保护你们 来 呈上来 现在呈上来的东西我都好害怕 这个盖确定它不会掀开来吧 不会不会不会 来来来来 好像恐怖箱 我自己打开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 这个是 它会不会飞 会飞 会飞 这个是 这个是乌干达 那个保安 乌干达 把它带回原来的 他不会咬人 不会咬人 那他能干什么 他就不咬人 你不觉得他特别美丽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他美丽 你看他 他拿的时候是很顺手 他就觉得很自在 对啊你看 他们是不为什么 他们自己人 没关系 他跟我们也不熟 不咬他不同意不咬我们 对不对 不不 他没有牙齿 但是这个我知道 这个在乌干达文化里面 文明之中 它代表着一种新年的祝福 莫了他会交好运 对 来 依林拿上 祝你新年快 祝你新年快乐 依林 您要不要谢谢 没关系 但我说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是吧 对 还有比这个恐怖的 他为什么不飞呢现在 你让他飞一个啊 没加油 他第一次上节目紧张 他很漂亮 我没有看过这一次 他吃什么呀他每天 他们吃甲虫果冻 甲虫土豆 果冻 果冻 甲虫果冻 甲虫果冻 甲虫还土豆 他吃不吃蛋白粉 不 汤城贝贱蛋白粉 对 身体需要免疫力 不不不 他需要蛋白粉 可是他看到标本 他们会有悲伤的情绪吗 我的兄弟啊 死得好惨啊你 对 我们没有从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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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没事 他会回来吗 他不会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 是他自己飞不是我放大 没事 待会儿 你把你的这些宝贝 关起来好吗 就走了 哎呀 现在观众席骚动了 我跟你说 待会儿观众都跑了 你陪我都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要拿出来了少爷 那好我不拿出来了 啊 哎 哎 在这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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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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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大哥 不要动 你的腿聚下来 我们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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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教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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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感觉就真的好想瞎拍一下 哎 这个外面市价一支多少钱 刚刚飞的这一支 这一支大概300到500之间左右 这个 哇 这价格是不是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定价是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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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多少就是多少 对 这边是依照什么样的行 哪有啊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做点买卖 我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是 他说送我的这个一亿五千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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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一个片子 他他生活当中各种各样这个爱好的片子 这个爱好的片子 我们看来看看看我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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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有卖对吧 有 淘宝那个叫什么 昆虫记 那是我工作室的名字 取这个名字是 因为我想把那个甲虫在 大自然里的状态给记录下来 你让他在大自然里面不好吗 我们都是绿色 我们是环保人士 他就应该在大自然里面 你把他弄来 不痛苦啊 他们在这儿 其实他们不痛苦 还有尸体 要不然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请他回到他那儿 我觉得身体踏实一点 别从哪儿又冒出个什么来 你先回去好吗 好的 谢谢这个 姐姐做得宽松一点 这个你跟我们说一下 他有工作吗 他现在没有工作了 就是因为虫子放弃了他的工作 是虫子逼他辞职的还是他 没有 因为太热爱了 虫子拿一个刀 然后他原来的工作是什么 他以前是做建筑的 这个行业能挣不少钱啊 对啊 他都不干了 就是玩虫子 对 玩虫子能挣钱吗 就是真的肯定没有国企多了 你以前收入能够大概到多少 你还很年轻了 对 当时一个月可能 工资大概有七八千左右吧 说的 可以了 你现在动这个一个月 要赔多少钱呢 淘宝店 我觉得 不然一直亏着 我 因为我是实体店 我一看你就是一脸亏的样子 想我就是实体店 刚才你们说有网店吗 对 有网店也有实体店 实体店亏 网店也亏对吧 那 对 你是实体店 实体店卖得多 还是网店卖得多 都卖得多 都没卖过 他那实体店就是让大家试size 就 你买到就这么大 比方 比方一下 天气冷天气热就这么大 你还有多少钱够赔 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你过去赔的都是你全原来工资攒下来 对对对攒了 旁边是朋友吗 我是他的发小 就我们在一起 不是在一起 我们 是在一起也不分 原来 是这样 我幼儿园就跟他在一个班 然后小学在一个班 就 后来关系也一直很好 嗯 然后 就他搞虫这个事情 他也跟我讲过很多次 养虫就讲搞虫 那你身为他朋友 你是 对 同意他或支持他吗 听他这个用词就知道不太支持 我是反对的 我是反对的 你反对的 因为当时他想辞职的时候 他问过我的意见 然后当时我还在上大学 那个时候 就我感觉他的工作特别好 挣的钱也很多 他还能够请我吃个火锅呀 唱个歌 自从他养虫就不能轻易吃火锅了 对 后来他就辞职了 他就 他就去 他就想把养虫作为他的职业 对 然后就把之前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了 然后后来就每次出来聚啊玩 都是我 我掏钱 然后 所以 你感觉他经济上面也没那么宽裕 经济上没那么宽裕 然后也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如果 如果说 如果说接下来的日子 你们聚会 都是他出钱 那他可不可以继续搞虫 可以 问题是钱 我有一个奇外话 哎 这位同学 你有曾经 想要追他姐姐吗 哎 怎么突然拐到这儿来了 不是 这个夸得有点大 哈哈 没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没有 他姐姐以前长得跟现在 差距挺大的 哈哈 我跟你说 你会不会聊天 不会 不会聊天 他这个 他 他原来很难看 他这个 你那十八遍好吗 现在没有以前好看了 哈哈 长残了 我的个天啊 你这个 你这个脑 他他你你那朋友是 你有女朋友吗 你有女朋友吗 他没有他没有 你不会有的了 你也搞虫去吧 你现在是想自己创业对吧 对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 伟大的抱负 跟家里边好好说一说呢 哎 其实家里人特别反对 我做这个 他们觉得做这个东西 第一不赚钱 第二又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要大家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现在我也在找一个 比如说把它做成很精美的标本啊 或者工艺品什么的 然后这样接受面更广一点 那那姐姐就是 家里人在谴责弟弟这个行为的时候 你是跟他们一条战线 对 还是说会帮一帮你 他们家的战线以他为主 没有 因为 首先我们家是全部都是姑娘 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儿子 你爸爸 你爸也是姑娘 没有 就是 不许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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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说 就是从我外婆的孩子那边 就我全是姨妈 然后姨妈生下来的全是女儿 然后唯一一个儿子 还是双胞胎夹带出来的 夹带出来的 对 所以他在我们家里 就是唯一的独苗 就特别特别看好他 但是好不容易他已经要出头了 就觉得混得蛮好 他现在突然放弃了 因为家里特别保守 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是这样的 我们再想一个这么个事 这个爱好 谁也没说他怎么就不对 就是爱好一定要变成职业吗 对吧 我觉得工作没了你可以再找 钱没了你可以再赚 但是我觉得 都没了 对 人活一辈子 我觉得还是要做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 爸爸是政府工作的 然后大家都会说 你儿子做啥的呀 你儿子干嘛 说不出口 就会觉得 对 特别丢脸 就觉得说不出口 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对对对 你爸说过最狠的话是什么 对 就说你做这个 你以后连一瓶矿泉水都买不了 不会了还是买的 可是这样 这样就打击我弟 所以现在他们的关系就是 在一个家 在一张桌子上面吃饭 都不会说话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 都不会打招呼 也是大过年嘛 那你们会不会影响过年的气氛 就是 虽然是一大家族的人 坐在一起吃饭 但是他不会跟我爸去说话那种 他讲得好像真的是走心了 你面对这样的现象是难过的 然后家里的所有人就会去说 去劝我弟弟就说 不要去做这个 就是反正过年了嘛 你就去找做好的工作 是吧 对 然后就需要他回头了 就是年夜饭会有竞技话题 对对对 我是觉得 你得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能够撑起你这个梦想 是 对吧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 我说我们每个人的一些行为 他选择做的一些事情 只要不影响社会 不影响他人 都是可以支持的 是 但是呢 显然给你的家人造成了一点困惑 你是不是至少可以 在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增加一些沟通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理解 你也给他们的困扰降低一点 你觉得可以吗 对 我会 我会 好 我们可以投票了吗 来 准备 我们可以投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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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来 胡闹朋友 还可以 那么多人认为 这挺苦恼的 在以后生活里 我会更多和爸爸妈妈 多多交流一下 然后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他们最担心我的问题 就是我以后 比如说结婚啊 成家立业什么的 所以我会努力做出成绩 然后让他们打开这个念头 对 很好 我会努力去做 是啊 你想想看 这个做父母的 对儿子这么大了 因为他们的恋爱啊 事业啊都挺担心的 多跟他们沟通 争取点理解 说不定做父母的姐姐 还能帮你点什么 对不对 好 祝你们幸福吧 好 来 姑娘 选个套丸吧 孟爷爷 我 我 来 打开看 红色喜庆一点 恭喜你获得了 汤城备见全球营养之旅 您将有机会前往汤城备见原料产地冰岛 好好想想跟谁去吧 跟谁去呢 对 好 好 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四大明珠 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欢迎登陆PPTV 乐视网 优酷独斗爱奇艺 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观看本节目 精神的内容 您可以关注四大明珠 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进行画并不动 也可以通过新浪官方微博 置顶微博扫描 私信以及官方微信离台点 五遥报告 参与我们 打开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了解节目信息 手机运辅 还可以下载搜狐新闻可不得 新浪新闻可不得 腾讯视频可不得 腾讯新闻可不得 凤凰新闻可不得 金屋头条 一点资讯 ZACKER新闻资讯可不得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酷狗音乐 网易云音乐 网易烤拉海购 秒拍应大卖网大卖卖店 青庭FM天涯社区 波普社区 360